今天呢我们来坐一下啊武汉最贵公交车之一啊 我刚才呢是花了一块三 坐船坐了大概十来分钟坐到了武汉关码头 现在呢我是在这个武汉关码头这边 这边有个公交站台 咱们就来这边等这辆公交车 这辆公交车的号呢是408号内环 沿江大道武汉关这是站台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就是408路啊 这个408路在2019年是特别的火 因为它途径好多爱国教育基地 所以呢这个车是一条爱国主义教育路线的车 武汉的公交车非常多啊 数也数不过来 已经看见了啊 我们今天要等的公交车马上就要来了 就是这辆黑色的公交车 它这个特色呢就是这个灯特别的好看 看到没有特别的大很卡哇 纯黑色的一辆公交车有彩色调幅 公交车我们已经上来了啊 看来今天的人并不是很多 这个公交车呢是在2019年9月30正式升级上路 打着城市红色记忆的旗号来上路的 据说呢当时这个公交车的造价呢是非常之高啊 总共50辆平均一辆的造价呢是在160万人民币左右 为什么说它是透明公交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视野非常的开阔啊 就上面这个圆形的玻璃是干什么的 用来关蓝天白云景色的 非常的漂亮啊 今天呢恰好是阴天 不过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武汉繁华的高楼大厦啊 非常的震撼 2019年的时候 这个车移动成为了网红车 仅仅上路4000就打卡达到了8万人 这个是后视玻璃 后视玻璃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普通的公交车是不是没有这么开阔的视野呢 都是遮挡起来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包括座椅下面这几块玻璃呢 都是非常坚硬的钢化玻璃啊 所以说呢这个车的科技含量还是十分高的 而它的科技含量呢就代表了它的价值所在 所以说很贵啊 当然了这个公交车的最大特点呢 就是它的视野非常的开阔啊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从里面看呢 外面几乎是透明的 可以说呢 这个公交车呢 是360度观景无死角的一个公交车啊 包括这个下车门啊 下车门这块玻璃呢 也是用来观景的 可以想象一下人站在那边观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黄色的座椅啊 这个座椅呢 它可以放倒了 而座椅旁边这块玻璃呢 也是十分的巨大 也是方便人们在沿途观景 坐这样的公交很舒适啊 这里是沿江大道啊 我们可以这样坐着公交车 看看江边的景色 当然了这个公交车呢 司机的服务水平也很高啊 据说当年的57名司机都是精选的 非常了解武汉 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这个司机舱的后面呢 贴着一个红色路线图 也就是这个公交车会经过那些站点啊 包括八七会议纪念馆 武汉科技馆等等等等 二七纪念馆 当然了 这趟公交车呢 不仅走沿江大道 还走中山大道 都可以欣赏沿途风景 我们来抬头看一下 这个160万的公交车呢 它的这种空调也是很特别 我们以往见到的都是一个一个的 这个是连在一起的空调 这个空调呢 应该是比较更强一点 那种冷风吧 这趟公交车呢 全长是21公里 然后沿途设置35个站点 单线运行是70分钟 当然了 最值的一提 还是408公交车的司机呢 据说呢 57名优秀司机呢 就有30名司机 获得武汉公交一线员工最高脚 还有两名被央视报道过 到站了啊 咱们这个公交车就拍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来武汉旅游 喜欢红色旅游的话 那么就坐这趟408路 景点都包含在内了